在園區的安全方面,我們依照中央目的失業主管機關跟地方政府所管轄的一個規則跟條例,我們這樣積極作為組別 那我們今年在這個演習的部分也有這樣子按這個我們的規定所來這樣子的演習 那我們最近會再去加強我們在遊樂的安全、消防的安全跟衣物安全的部分做這樣子的一個強化 現在就是說一些公共場所,我們暑假期間我們都會配有那個青春專案 會對一些比較遊客比較多的一些遊樂場所,我們進行一些消防安全設備的檢查 像這個建福山這個遊樂世界,我們大概在7月4號我們有派員來這邊先做一個消防安全設備的一個復檢 所以我們發現一些缺失的部分,我們要求他們業者要現行的設備改善 那現在主要的問題是在這個受信總機的部分,那個機板的故障 就是說還要等這個部分來要請他們現行要馬上改善 建福山世界是全台灣非常有名,也是中部地區最大的一個主義遊樂園 那在暑假期間,遊客尤其是特別的多 因此我們地方政府有責任的應該要維護我們所謂遊客的安全 那對於建福山世界,其實我們平常每三個月至少有一次抽查驗 那每半年也會經過祭司來做一些檢驗 我們大概主要考慮的有三個面向的問題 一個呢就是建築物本身的一個安全 第二個呢就是消防的安全 第三個呢因為它是一個機械式的遊樂設施,它的安全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今天呢我特別跟我們縣府的同仁來這個地方 算是一個突擊性的檢查啦 我們希望透過跟業者之間的合作 能夠確保所有的遊客 到我們雲林來到建福山 它都能夠高高興興的來平平安安的回去 在這裡呢能夠享受非常多的樂趣 我們在繞了一圈之後 會把它需要再做一步改進的地方 都會列明,請他們必須要現實來配合辦理